有这样一个回顾 是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 这个意象最开始是1983年 临到我们一批的人 到现在已经30多年 在过去的很多年的实践当中 我们有17年 在个人的层面 家庭的层面 甚至地方性教会的层面 也在宏观的层面 像大型的营会 国际的营会 还有进入各种的服饰的领域 比方说有家庭 有工商 有文化 有音乐 有出版 有医疗等等 我们在17年的里面 可以说从微观到宏观 从个体到群体 全部都走了一遍 都尝试了 发现这是神非常奇妙的 给中国教会 给我们每一个这个时代的人 一个非常大的恩典 恩赐和托付 换句话说 我们所有的一种的尝试 认识 交通 全部都应该完成了 现在应该到扩展 和发展的阶段 人是有限的 最开始三十年前 1983年赐给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是一个图画 是在一种的看见的里面 用一个简单的话来说 就是在一望无际的旷野的里面 神呼召全新的一代中国的圣徒 他们合成一群 进到荣耀里 就是这样一个图画 但是具体这个图画是什么意思 怎么几时 它代表什么 它有什么策略 它有什么目标 我们都说不清楚 感谢神在三十年以来 特别借着过去十七年 一直的实践 我们慢慢越来越清楚 可以明白 可以传递 可以来概括 那我们把它概括成 这样一个意象的三大内容 第一就是国度连接的意象 就是我们所做的所有事情 跟个人没有关系 跟我们的背景 跟我们的宗派 跟我们的教会 没有关系 是神国的事 那我们比较容易超越 我们自己的狭隘的一些的报复 或者狭隘的一些的地狱的观念 然后就分门别类 然后就没有办法 把使命向前推 所以这是叫 一个国度的意象 第二个我们也是 看见神在历史历代 所赐下的使命 两个主要的方面 一个是叫做福音使命 就是我们所说的建立教会 传福音 不断的培训门徒 另外一个使命 是很多的时候 人不太容易注意的 叫社会文化使命 这个社会文化使命 就是进入各个的时代 各个专业领域 或者社会的需要的里面 来把福音带进去 我们就把它叫做两个使命 另外就是第三大的内容 就是讲到在所有的教会 普世华人教会 包括中国家的家庭教会 它都有三个大的群体 而这个三个大的群体 主要是以它的属灵的传承 作为界定的 那我们就讲到 一个是以圣经 这一个传统和群体的 这样的一个源流 第二个就是看中圣灵的恩赐 和大能的这个传统和源流 第三个就是看中圣徒相通相爱的 走十字架道路 并且跟耶稣基地有密切关系的 圣徒的传统一个源流 我们把它叫做圣经 圣灵 圣徒 那么这三个属灵的传统 是影响全世界教会 包括普世华人教会 也是特别中国大陆的教会的 三个主要的群体 虽然不只是这些传统 但是它最核心的就是三个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 我们意象的三大内容 一个国度连接的意象 两个使命 就是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 三个教会的传统和源流和群体 我们把它叫做一二三 那么所以今天我们来看 这样一个一二三的一个 整体这个意象的内容 我们就发现它事实上 是概括性的 象征性的 也是实际的表达了 神在过去这么多年里面 在中国教会和普世华人教会 所他的大手笔 他的工作 2015年 王永信牧师在我们的大会里面 来做讲员 他就三次提出大会 注意 他说你们不是一个大会 你们是一个运动 他三次这样提 我认为他是华人教会 德高望重的领袖 他这样的来提醒我们 实在是让我们看见神的恩典 临到中国教会这个时代 和我们这一批人 作为一个启动者 所以我们今天 特别的一个关键的时候 我们觉得神是带我们来转型 从原来的摸索 这些的实践到现在的发展 那我们看到 也是神给我们特别的恩典 看到我们跟国际的西方教会 来进行学习的时候 发现神也在他们当中 也做了同样的事情 比方说在英国的一个最大的 家庭教会运动 他们有30年的历史 覆盖60个国家到70个国家 他们也是强调 在圣经的传统 和圣灵的传统里面 一个平衡的结合 然后强调圣徒之间的关系 以至于合成一群 来做普世宣教 所以他们这个传统 是叫做英国新家庭教会运动 我们很多人所熟悉的大卫包生 就是属于这样的一种的 属灵的传承 他们基本上是对英国的教会 有巨大的贡献和影响 在美国教会 我们也发现有这样一个运动 他们把它叫做三个R 就是讲调圣徒的关系 然后教会的革新 然后资源共享 英文叫做relationship reformation和resource 跟我们强调的 圣经圣灵圣徒是不谋而合 所以我们发现 其实不是我们在异想天开 不是我们闭门造居 也不是我们自己刻意要推动什么 事实上神在全球 也就是我们所记得刚才的这样一个例子 神在美国教会的里面 神在英国的教会的里面 神在华人教会里面都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非常的感恩 我们盼望借着这样一个转型 不只是异象传递 而是真正的来培训 不只是一个大会 而是深入的跟各地的教会和事工合作 不只是我们一个理念的传递 而是我们实际的能够把它落实 那么这样的一个异象 这样一个在神面前 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 他们的教会 他们的事工 他们的领袖的参与 只走到今天 也盼望神在将来的十年 二十年三十年 可以为中国教会带来极大的一个祝福 也就是回应了中国教会的 很长时间的一个梦想 就是如何的走向国际 如何的走向教会的国度化 今天不再是一个口号 不再是一个梦想 就是给我们把所有